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七三五位好辣醫師團 新手媽媽問題多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大家 為人母親有哪些要注意 千萬別走怨網路 好辣經團們 又有哪些不為人知的辛苦呢 十萬小護理師李懿 嗨 大家好 一直以來台灣的這個生育率 就一直跨掉牌嘛 對 去年的疫情開始 我相信今年會迎來豐收的一年 因為疫情在家就是要做一點工作 就拼命做人 對 那今天來一批是去年做成功的 雖然題材很...是喜事 可是遇到疫情之延燒 生產這段懷孕期間 他們有他們的辛酸事 很辛苦 本來媽媽就很辛苦了 接下來他們更辛苦 就這段期間了 對 對 我是八月三的 所以大家往回推 你就會知道說 其實五月多疫情正在很高峰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還是要出門 去做產檢什麼的 可是大家陪妳一樣 都守在家裡 對 可是呢 就是妳盡量能不出去就不出去 然後妳出去 就一定是全套仿佛 就是面罩 口罩什麼的這樣 然後酒服 狂噴什麼的 然後我到後期的時候 真的會有那種 呼吸困難的狀況 因為有一些媽媽到最後一兩個月 常常會有人說什麼睡不著 或者是要坐著睡 因為妳會一直覺得 胸口有壓迫感 然後我後來就在家裡面 準備了一支全癢 就是這樣可以這樣直接這樣吸 就是真的有差別 就是妳真的就會覺得 妳坐也不是 站也不是 躺也不是 對 然後我就買了一箱 放在家裡面 然後就放在客廳 就是妳知道就是 因為孕婦都會喘 對 就是我不是很辛苦去生小孩嗎 然後就是生小孩 其實我老公他就是 他有進去拍 他就說這種 這種難忘的時刻 一定要進去拍這樣子 從頭到尾都在拍 也沒看過我一眼 一直在焦點下半身 然後我就想說 這時候不是應該要回來看看我 然後再去拍這樣子 我老公好認真 當作自己是攝影師 全程這樣拍來拍來拍 然後小孩就生出來 然後生出來的時候 那我想說這時候 總該看我一眼了吧 因為我一直在找他 那他為什麼兩部機器 拍完對準 對準 也太累 然後還要打燈是不是 然後就拍 我以為他要看我 他鏡頭就跟著小孩 因為小孩要去清理嘛 對 鏡頭就跟著小孩 然後這樣子過去那邊 然後想說 終於要換我了吧 沒有 他就在抱小孩 所以我說 這時候 抱完也要看我一眼 終於跟我對上眼 這時候是不是應該要說 老婆辛苦了 小孩很可愛 對不對 我老公不是 我老公就是一個 很直接的外國人 他就這樣 廢話 抱我那麼辛苦 你在幹嘛 當然 然後我就這樣 咬 然後他就說 好 這樣子 然後抱一抱之後 他就想起來 他說 老婆辛苦了這樣 然後我說好 然後他就這樣牽著我的手 他就這樣牽著我的手 下一秒鐘 他會拿手機出來 拍一張手的合照 我說要幹嘛 他說 這張照片很值得紀念 火就這樣衝上來 我們的那個房型 是外面還有一個小客廳 那我先生可以在外面 自己他自己想要幹嘛 就幹嘛 不會互相打擾 他就說 你要休息 那我不要吵你 我自己帶電動進去打 我就在那邊 餵母奶的時候 他就說老婆 你可以幫我問一下 這裡的Wi-Fi密碼嗎 他說 你要Wi-Fi密碼幹嘛 他說 連線不穩定 你幫我問一下 然後我當然就覺得很丟臉 你知道 我這邊再抱一個嬰兒 然後這邊再打那個電話 而且還打到育嬰室 去問人家Wi-Fi密碼的事情 對 就很那個 然後他就打回來 他說有已經幫你問到 然後我把電話 就丟給我老公說 你自己去跟人家講 我當然就真的覺得很不好意思 你懷孕期間 是生完打疫苗還是申請 我是 我是 醫生是說他們是建議施打 因為這樣子寶寶也會有抗體 或者是說孕婦 你會有這種喘不過氣的狀態 如果沒有打疫苗的話 怕如果不小心真的得到的話 會很嚴重 而且我是 先看有一批先去打了 他們都正常 因為我有朋友說太要求 我說那你再跟我講 你的狀況怎麼樣 他說他很好 我說OK...那我就可以打 那時候我還跟我老公討論 兩個晚上 當我預約到的時候 其實我內心很掙扎 我其實會覺得自己怎麼樣 無所謂 可是對小孩子好不好 但是如果說 我的部署會影響到孩子 那我可能就不會打 對 我那時候是這樣想 那妳是選擇自然生嗎 還是婆婦 我那個時候是婆婦生 我們的工作其實有很多的不確定性 然後再加上其實我去生之前 我其實都有在工作 然後可能我們安排事情 安排習慣了 那因為現在有的自然產 他其實也是選好時間去打催生 也不是像以前就是 等到羊水破 羊塞趕快進去 而且因為有時候 你有固定的醫生 如果你想生的那一天 醫生沒有值班 其實我到要生之前 我都還沒有決定 就我都還在思考 就是想說 聽一聽大家的建議 那我那個時候婆婦的原因 其實也是跟醫生討論出來的 有生 要胖了幾公斤 我胖十一公斤 有固定 對 我是九到十二的範圍之內 我胖十一公斤 因為其實我的年紀也是高齡 醫生也會希望就是 我們不要胖太多 但是我吃東西 並沒有說我刻意藉口 因為那時候醫生就跟我說 你心情愉悅最重要 你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不用刻意進步 然後我小孩是快三千 所以我其實生完 就掉了一半的體重 所以其實你前面沒有胖很多 你後面就不會那麼辛苦 再加上你餵母奶 瘦超快 餵母奶真的是好像 對 就是好像被吸乾一樣 你就瞬間就會覺得 然後母奶因為吸乾 真的 真的 然後你餵母奶之後 你會餓 你會非常非常的餓 對 所以你再吃進去 其實也不會那麼容易胖 開心就好 這是針對有羞恥心跟治癒心的 不好意思 有時候呢 有的增加真的太多 我們還是希望她好好控制 對 所以保安有碰過那個孕婦 都不知道會 重到二、三、四十公斤 這年頭少一點 這年頭少一點 二、三十 大家要看你的朋友圈 是哪一個圈 我曾經有病人來看 他胖到快 就是已經快 還沒到生了 三十二三之後 已經胖十五、十八多年 好多 她說你真的有點太多了 因為我們會從頭 都開始跪下 對... 她說應該還好吧 我朋友都二學 那你要不要我介紹一些 增加十公斤的 然後有一個只增加 快生的時候只增加八公斤 然後我跟她說 你這樣很標準 這樣太多了 我朋友他們只有六公斤 一十二還都沒有 好多 朋友圈 真的 朋友圈很重要 台灣第一例的這個 新冠肺炎的產婦接生 應該王正銘醫師來分享過了 在五月份的時候 王醫師在這裡 第一例的那個破婦產 是在台中的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 那個醫院 因為我擔任董事 那個大學我擔任董事 所以我比較會關心他 那當時我看到一個 一則消息我是滿感動 因為老朋友 這樣的表現 我非常感動 因為這個病人是北病難送 那時候不是台灣 北部不是滿床嗎 沒有辦法 就把他難送 你知道難送多可憐嗎 很多人都抱怨說 怎麼連冷氣都不開 因為不能開冷氣 他那個必須要 因為我們現在知道 新冠肺炎最容易就是三密 密 密閉 密集 密接 那他們這些裡面都不能密閉 所以窗戶要打開 所以就不能開冷氣 沒有用 而且要讓他通風 通風才會不容易傳染 所以他們都很辛苦這樣做下去 即使你是孕婦 一樣 所以都很痛苦 那到那邊以後 你發現人生地不熟 為什麼 你的主治醫師在台北 他的產檢醫師不在這裡 對 孤兒 在那邊不知道怎麼辦 那你說到誰幫你去以後 誰要處理 殘酷的血氧一直下降 34週 他38歲 那懷孕只有34週 一直降一直降 大家說怎麼辦 這時候我們在醫院做好 一個晚上怎麼辦 值班的要處理 今天誰通通 誰總值班的主治醫師要處理 大家 慘了 這要怎麼辦 那有一位 我們這一輩的 道德高尚是不是 道德高尚 道德高尚 有肩膀 有肩膀的富產更新 資深醫師 一位陳教授是我的老朋友 他就站出來說我來 他說大家都有家庭 大家孤立都很多 我的孩子長大了 以前出社會了 要犧牲就我來犧牲 他就說 那你們這些人 助手 來越多 越可能 越可能出狀況 就盡量能減少 盡量到一位就好了 他花26分鐘就把它開好了 他們的副產部副主任 也是我好朋友 他在Facebook上寫說 我突然發現 在陳教授面前 我們顯得相當渺小 就是說 當面臨這種生死關頭的時候 他跳出來說我來 我們都一直想說怎麼辦 我們小孩子這麼小 我老婆這麼小 大家都會顧慮 但我很好奇 另外一個助手 他沒小孩嗎 總是要有一個人 以前就是抽籤抽到 應該是 後來有些出現的是說 他沒有結婚 單身的一個人 不然我來好了這樣子 他說 所以像這樣情形就是說 讓我們覺得說 我們每一個行業都應該敬業 就應該這樣做 後來產物的結果是相當好 待了半個月 這個小孩子也做相當好 不錯 不過我們要知道 新冠肺炎 隨子傳染給小孩子的機率 雖然不高 但是國際上還是有病例報告 那請問一下這個 現在來生小孩的 他做的防護這些 都是像 像防疫這樣做開刀 其實跟場所 跟流程都有關係 其實目前有在準備生產的場所 都會比較嚴格保護 那因為當初 疫情比較嚴重的時候 我們兒科 就只要跟感冒症狀有關 我們通通不看 那時候被抱怨 怎麼你感冒不看 可是我們無法分辨 你會不會是有這個帶 那你一旦帶來 我們整個都要封掉 就封閉掉 就必須要做分流了 所以各醫院其實都一樣 它其實有時候 必要的一些不方便 是為了保護其他的安全 尤其富幼 又是比較弱勢的一個團體 鼓勵大家如果有疫苗可以打 還是施打 主動滑膚還是比較好 第二個有症狀的話 包含你QR Code 就是你包含你的一些登錄 還有一些如果有需要 像我們醫院 多數醫院目前如果需要 距離到開刀房 這個密閉空間比較久的 還是有要求要快篩 對 要快篩 確認你目前是沒有帶這個病毒 甚至於國際上也有虛勢 如果你打完疫苗 也抽了抗體 當然今天比較熱門 是能不能抽抗體 是一回事 但國際上反正就是 你疫苗施打完整 你有抗體 有足夠保護力 其實你會被認證 是一個比較可靠的人 全世界都會走這個 叫疫苗外交 或者護照的趨勢 你有這個可能才能出國 你可能才能去 像義大利已經 這個才能上學 等等之類的 或者就醫 未來會是一個趨勢 所以有疫苗輪到 大家真的趕快去打 不過補充一下 因為兒科的部分 因為剛剛寶仁哥講到說 富幼是比較弱勢的這一環 因為目前疫苗施打 其實兒科的孩子 大概都不能打 皇家開放到12歲以上 12歲以下 其實我們主要的客群 都是不能打的 但我們主要的客群 幾乎都是發燒的case 那你看其實 我們在那一段 防疫期間是 我們面對發燒的case 我們接或不接這件事情 因為在沒有新冠以前 這些孩子 主要來的症狀就是發燒 但是當你面對發燒孩子 其實當然是說 機會沒那麼高 可是你不接他 全部三大大醫院去的時候 他那個過程流程 還有父母 因為不是一個孩子來看病 家人兩個三個 全部他還要做快篩 或者是做核酸 那一個孩子 就已經在燒 還要等個兩三個鐘頭 才能進到急診 所以當時其實 我跟我老公的爭執也很大 因為他是家醫科的 我是二科的 我就說 我說我發燒的我都要看 我就說我是全副武裝做好 因為我說這些孩子 你現在不看他 你幫他篩檢 因為十之八九 不是有問題的你轉 可是不是的問題你不看 拖到後面他到裡面去 可能變得很嚴重肺炎 或其他的 所以其實在這一個 新冠的過程中 不管就是說 各行各業 還有像醫生 那我們面對兒科這樣的過程 其實真的在當下 很多的抉擇 其實很難 所以你現在看成是要帶全部 還是全部帶 就是真的是滿身汗 真的 但是你燒的你真的 我拒絕不了那些 正在發燒在哭的孩子 你真的很知道方便 我有感覺你變瘦耶 真的 因為我很討厭 因為我很討厭 而且我很討厭 拿到他 小兒科絕對不忍心的 因為她是她的小孩 對 再怎麼樣 而且接下來他們還是 沒疫苗打 所以這件事我們還是得面對 別忘了訂閱我們 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 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請按下鈴鐺